大家好,我是Sandy 那么今天开始的话 我们就会继续的来跟大家沟通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应用组件 包括我们昨天没有来得及跟大家讲的TextView 以及我们今天另外一个重头戏 就是我们的ListView ListView也是我们 可能它的重要性比Spinner还要重要 ListView 而ListView很多时候它跟Spinner又是相通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它们的相通性 又要讲它的差异 以及ListView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用法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EditText 那么还是按照我们的一个思路 看外观 看外观 看什么 看实践 我们每遇到一个我们都来看外观和看实践 那么 我们结合了昨天这个例子 在这里我们在我们的Layout上面再加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EditText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外观和不一样的一些事件 OK 那么新的空间我就把它往上面加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到ScoreBar ScoreView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TextField里头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Text 那么它们的差异 我们先来看这个原生的PlainText 就我们最普通的IdeaText 好 就这个 那么这里有一个RequestFocus表示就请求焦点 就打开这个页面的时候 这个空间如果有了这个 就它就会尽量的把焦点给它设置到当前这个空间上 就理解一下就行了 我们来看一下Text EditText OK 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方法 这里给它起个名字EditText1 那么下面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 什么名称啊 密码的EditText Email的 电话的 我们来看一下 再拖一个 看看他们的差异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话的 它也没有说前面就是一个什么 PhoneText 这样的一标签 还是EditText 差异在哪里呢 差异在ImportType 所以我们就知道 其实那些空间你没必要去用 去记它那么多 对不对 我们只知道看到它的ImportType 有哪些类型 哦 原来各种各样的类型 就在这个地方 它是数字的 还是电话的 还是日期的 而且你设定了这个 到时候你点中这个EditText的焦点 弹出来的那个输入框 它就会自动的切换成普通的呀 还是数字的 还是电话的 所以大家理解就行了 这些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 我就不做过多的描述 我们再来看看 还有其 除了I 刚才我们说的这样的ImportType属性 它还有哪一个属性 Text没什么好说的 往里头设置 Hint是miss呢 Hint也是提醒 对不对 我们以前PC上面也有 比方说 请输入 好 我们把这个上面 输入上面的内容 请输入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就叫Hint 那这个属性 很一般了 其实我们也可以自己来换 看来还有别的属性没有 好像说 这跟我们TextView类似 因为它本身就是继承我们TextView 对不对 这个前头讲过的 字宽 讲TextView的时候 这是TextView的属性 字宽 回去再复习下听视频 这些都是一样的 这就有一些不一样的 你看到没有 数字 这个意思就是 它上面显示的 是不是一个数字 那么这也有Digitals 这两个有一些区别 我是不是之前也说过 这个跟我们 其实这个两个属性 忘了 也是TextView里面的 这个是表示 它必须书的 它里面显示那种数字 这个表示的是 到时候切换数字的输入法 我们再往下看 ImportType PhoneNumber也是一样的 PhoneNumber就表示 它到时候 切换它这样的一个输入法 自动文本 这个自动文本 我们在想 跟我们后面要讲 自动完成有什么关系呢 大家来试一下 看还有什么 不一样的 其实大部分都差不多 Background OK 好 那就没有什么了 主要就是那个 Input ImportType 和就是跟 实物内容相关的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 就给它设置一个 ImportType 我们去看一下 这还有一个 InputMySeal InputMySeal 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帮助 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是指 你点击它的时候 默认弹出的输入法是哪一个 这个地方填谁呢 当然填包了 填你有程序包名 我们选一个 Number 好 让它启动 启动它吧 那我们下面还有一件事情 我想给这个 Itele Text的 做一个不规则的形状 这个我以前 我们没有做过 我们今天稍微扩展一下 在界面显示上面 我想给它做一个 不规则的形状 按照我们以前所说的 现在你觉得 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 重新重划它 对不对 那么除了重划它 其实我们的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 一个新的方式 就是在我们的 Resource里面 Joybo 它可以画很多 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就拿这个Joybo的 这个XML来看 大家可以看 它这里都可以画动画 对不对 可以画动画 可以画有未存未图 可以存颜色 可以存clip 就是那个 彩剪的那种 可以画脚 可以画我们之前 所说的selector 对吧 还可以画什么 形状 我们就在看 这个形状 我们来画一下 试试 看试试 什么样子 edit edit text shape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形状 怎么定义 不对啊 没选对 好 以ship开头的这样一个标签 我们看里面有什么内容呢 我们看这里面有这些内容 这个是圆角的意思 对吧 这是圆角 我们看一下 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 这个圆角是什么呢 就定义它的半径 radius是半径的意思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我定义它的一个半径 比方说定义成 5dp 还有什么呢 这是上下左右的半径 我们就不管它了 也不用了 我们看一下它这里面 还有什么对象 还有个solid solid我们知道是画线 画实线的意思 solid这里头有一个叫什么color 给它定义一个颜色 我们给它 颜色无所谓吧 我觉得 随便定一个 ff0000 红色 看看还有什么内容 gradient是它的位置 然后这个是color 这是corner strug是它的画笔 画笔的粗形 看没有 粗形 OK 那么这些属性 我们给它定义 似乎定义了 但是问题是 我们好像没有看到 跟形状相关的 对不对 在它的子元素里头 那么跟形状相关的属性 那我猜一下在哪里呢 如果说我都不去看帮主 实际上我也已经猜出来了 这有个叫ship 我们想到我们以前 包括什么activity 设在最上头 都会有一些属性的对于 对不对 ship我们看看 它有没有属性的一些定义 还真有 又让我们给拆着了 可见性 然后它的这样一个形状 是什么样的 我们看一下 有一些什么样的形状呢 看到没有 矩形 椭圆 然后 环形 直线 比较算一个矩形 OK 这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定义 这样子我们就定义了 我们如果用文字来描述的话 我们如果用文字来描述 是不是就可以认为是什么呢 定义了一个 定义了 一个矩形的图形 或者叫颜色为红色 圆角为虎低辟半径 是这样一个概念吧 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自然语言 把它除除掉 OK 那么这样子我们这个东西用在哪里呢 我们之前说过 我们最最牛的一个属性啊 猜一下我要用哪一个 用什么text 对啊 我现在要 我现在肯定我要改变它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style 哦背景 我们用一下background的试试 背景 你也可以放在那里的作用 对啊 对吧 OK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跑正机上面去 跑正机上面去 正机 连着正机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不是就达到了我们想象这样一个效果 那如果说你说 OK 这个还不够明显 我们就给它改大一点吧 这个半径 改成 10 红色 红色它就暗一眼了 给它改成 不色颜色 不色颜色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就定义它的圆角 哦 这里不 不色还不行 这里不色还不行 你还必须要给它色它的这个 用什么来画 用什么来画 或者 或者叫什么不色 是不是变成黑了 我看一下 哦 不对啊 不色默认是黑的 看到没有 嗯 所以我 我说错了 我就说了 它没 系统换说 它那个就是一个系统怪 对 然后那我给它定义成一个白色 它定义成一个白色 白色是 六个F 看一下 会定义成灰色 好看一点 当然在这里 如果愿意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图 我们可以在这里头 再去引用别的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这个形状就比较特殊了 以后你定义一个 idea tag的这个形状 然后我们点一下 输入一些内容 那看弹出来的 是不是就是我们设置的 imput type里面的数字啊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也是 当然你要弹出其他的内容 大家也都可以自己来试一下 但是 OK 在我中机上 OK 这就是它的这样一个效果 好 我们简单说一下就行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继续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空间 形状我们也会了 然后这个hint也 我们也会了 下面我觉得它不够漂亮 我要在它前面再去画个图 怎么办呢 我要在它前面画一个图 内嵌的 哪个属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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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wable left 记住 这个叫什么Name吧 OK 我们来画一个看一下效果 OK 大家看 就这样一个效果 它实际上 它是包含在我们这里头的 但是它这个圆角啊 圆角 其实 所以它画到这个外头来了 它实际上 它是包含在我们这里头的 因为它这个空间 最外面边界 实际上是在这个位置 它实际上还是这个样子 当然如果说我们觉得这样子不好看 我们也可以做一下什么 padding 对不对 做一个padding的工作 然后padding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 20 看一下Drawable Drawable有个padding 这样可能就好看多了 其实我们只需要设 那个Drawablepadding 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好看多了 所以 我们只需要设 Drawablepadding 它自然就会移出来了 自然就会移出来了 那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一些 我们数 就是怎么显示它 我们已经看了 那么输入限制 什么最大值 最小值 它的属性里面也有 这个跟我们TextView是一样的 我就不多说了吧 就什么Max 这些大家都比较清楚 那么我想说的是 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呢 再来看一下 它有没有特殊的一些事件 随便找一个吧 Edit Edit Text Edit FindView View ByD R.Edit R.Edit Edit Text E 我看一下 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事件 Editor Action Listener 对 这有一个 Editor Action Listener是用来干完的 是指定我们的编辑行为 什么叫编辑行为 当我们编辑完了过后 当我们编辑完了过后 你的焦点 你按了一下回车 你离开这个 这就算一个编辑行为 编辑完是一个 正在编辑 这也是一个 这也叫做IQ IQ的IQ 主要是您是其他的